特别给大家加油打气 希望许院长与所有的医护同仁继续加油 通过视讯替桃园医院前进指挥所人员打气 苏仁昌亲自出席桃园11间医院的联防会议 当地爆发医护群聚感染扩散到社区之后 多个县市甚至祭出避桃令 苏仁昌则亲自到桃园 展现中央与地方共同防疫 这一刻我们都是桃园人 我们都一起以桃园为荣 我们全国的同胞 齐心合力 撑住桃园守住台湾 我们绝没有分彼此 不过多个蓝营执政县市包括澎湖云林等 一度要求公务员避免到桃园洽工 时隔一天 多名首长都改口否认有避桃令 纷纷表达与桃园站在一起 国民党主席江启成也缓加 表示地方首长出发点为防疫 但他也认为不应该造成歧视 同时驳斥所谓蓝营县市一同发起避桃令的说法 其他县市基于防疫的这些考量 各县市长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 但是呢 我认为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防疫 那不过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必须要加以不斥的是 没有所谓蓝营县市一起 来发动所谓避桃令这件事情 这是只需乌有 而且是非常遏止的消息 江启成也点名 第一时间要求官面不要到桃园的国防部 应该说清楚 国防部则发出声明稿澄清 国军不仅动员化学兵协助消毒 也坚定支持桃园的防疫工作 所有的防疫作为都是依照国军疫情指挥中心建议 避免部队防疫出现破口 并强调官兵保护自己才能保护国家 新唐人电视台北桃园综合报导 你敢来等一下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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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谢谢 周 天送 周 天送